再來再來 來來來 拆一拆一拆 鄉皮起來是睡一輪一 睡一輪一睡多久了 她說睡兩年多了 我心裡很辛苦 電話比較好之後 我們就用最快的速度 趕快送 就是這份心疼 慈濟輔助團隊 愛的宅幾便立即啟動 患有氣喘的邱女士 身上還有多種耐性病 兩年多來都是以輪椅為床 致勾不捨 趕緊助一臂之力 大家都鼓勵我說 船上躺一躺 真的很舒服 真的很舒服 全身都舒服了 很開心啊 想說我媽媽可以不用睡一次 換尿布會比較方便 坐著她媽媽怕我們把它用倒 或是連到我們也自己跌倒 對 就到時候就 躺著換是比較好換 我們就比較上手 對 三面環山的基隆 丘陵地形多 平日慈濟志工家訪時 就被爬好多階梯 最近接獲新通報的鍾阿伯 臥病在床 志工送腐具 減緩子女招呼上的壓力 媽媽現在植物人 經濟負擔是非常的大 那像我們貧窮人家 根本沒辦法去租 也沒辦法請看護 那她可以升降 我們照顧的人也不用一直彎腰 然後也比較不會那麼辛苦 這一家子 不光老父親是病號 妹妹也有癲癲 志工除了教導 腐具如何使用 也貼心關懷他們所需 我們也透過工廠商 然後就是要寄一箱的 紙尿褲給他們 就是看他需要什麼 能夠幫的我們就盡量幫 慈善房市結合環保腐具平台 讓愛的力量加成 需要照顧的平靜 也能得到更妥善的安置 帶來新聞 珍善美志工 基隆報導